那么这个圣区在哪里呢 也是在小腿上 这是在静谷的内侧 比如说我们讲过那个夏三黄 那个地方 在夏三黄所对应的那些区域里面 那么我们去 那个区域里面 那个区域呢 我们叫做圣区 在这个范围里面找到鱼落放学的 他知道什么病编呢 大家看一下啊 他知道男性和女性的泌尿生日其中 这些病编 免养系统和生日系统 特别是妇女的盆江的一些病编 对不对 脉筋盆江炎啊 这个公寒啊 痛经啊 这个自宫肌瘤啊 如果这个人在 这种病人在小腿的内侧出现 明显的鱼落的话 一定要给他放学 一定要放学 妇女的这个放学 要在经前期放最好了 在月经来之前 提前一两天 提前三五天都可以 或者在月行经的第一天 你可以放 在经前去放学 他的治疗范围在 面向生日机关 有非常好的作用 面向生日机关 那么一些心脏病 也可以在这儿做治疗 心脏的一些疾患呢 特别是圣关这个地方 有些心脏不好的人 容易在圣关这里 出现了一个明显的鱼落 这个鱼落的这个 等一下我给大家讲 那个操作的时候呢 给大家讲一下 这个什么叫鱼落 什么叫青筋 它有什么样的特征呢 它有什么样的特征呢 给大家讲一下 有些时候啊 这个地方就 不是看到一段血管 发青发黑 而是看到一个点 就一个点露出来了 其他那段都看不见 这些更有意义 顺区 这个地方顺区啊 它最好的 放学的时间呢 是在下午放 五六点六七点 五点到七点的时候 放最好了 下午到五点到七点 放学最好 有些时候你说 没有这个时间 怎么办 那早晨放也行 我希望在他的对视放学啊 你 你也可以根据什么来判断呢 你在腿上去 这三个区去看 哪个区的鱼落更明显 哪个区的青筋反映最明显 你就直接给他放就完了 还有这样的特点 因为他身体的反应是 是有些时候跟我们的判断是有差别的 对吧 他哪个区最明显 就在哪个区放学